也那些猝不及防的搞笑时刻 也不行了 这么漂亮我能养得起吗 要是给我戴着帽子 那就完了 归来 他说 我会是他最后喜欢的女生 他真的做到了 那当初我追你的时候 也有好多人追你 为啥就选择我了呢 那不人家都打呼了 就你不打呼了吗 你找个理由 玩笑啊 玩笑看见是 你忙着天不说来 崩盛来了啊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再也不相信了 祝你虔诚自己 静青是不能结婚的 否则生出来的娃儿会有点二 你说 你说你不二 那我问你个问题 一和三中间是啥子 你真的有点 想不想 一和三中间不乱就此了 一和三中间是乎 我身边这个老娘们呢 是我 姐夫 这个妇女啊 姐夫 往小点介绍 这个胎盘呢 姐夫 小姑娘 啊 这个我小姨子是小姑娘 是不是 刚离完婚吧 姐夫 你这处的一下子 得跟实在在的 你就感觉行的 你俩就过 反正他没班 没有工作 带个孩子 欠三十来万七万 行吗 行 这都行啊 行 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 妈 妈 我们班同学都说 我五官长得特别平 你小时候 爱趴着睡觉 你咋不把我翻过来呢 那你不是凌晨两点时候出生的吗 凌晨两点出生 就爱趴着睡觉啊 凌晨两点是丑时 丑 我把你翻过来 我看着你 我害怕呀 哎呦 什么 我给你讲哈 女人说不要就是要的意思 知道了吗 涂狗 哦 这样子啊 那我知道了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现在在砍水泥呢 你要不要一起来 不要 好的 那我现在来接你 你刚才早下啊 怎么的兄弟啊 我来还钱 为什么 怎么可以跟你家我交流 可你看你弟妹 你觉得我儿子写了多少写呀 我这爸妈 爸爸出菜 妈妈带个叔叔回来 不但没爸爸睡 还没爸爸喂 你别笑 我 我 我 这作文是你写的吗 不是我写的 我朝你儿子的作文 我朝你儿子的作文 我朝你儿子的